大家好,这种炸萝卜丸子的方法你绝对没有吃过,更没有吃过哟。 今天帮我炸了30年萝卜丸子总监出的方法和经验,毫无保留的为大家分享一下。 按照我们这种方法炸出来的萝卜丸子,不放面粉,不加一滴水,炸出来的丸子色泽金黄,蓬松暄软,牢烧皆宜,而且一点也不吸油。 下面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准备一个白萝卜洗干净,外皮不需要去掉。 把白萝卜上面的栩栩用刀削掉,这样影响口感。 两头用刀给它切掉不要。 用擦丝器再把它擦成细丝。 胡萝卜一个也擦成细丝,增加不同的营养。 改刀把它切,也不需要把它切得太碎,切成萝卜丁就可以了。 切好放到一个大碾的盆中。 放点切好的葱花,接着来调味,打入两个正常的鸡蛋。 胡椒粉适量,适量的蓝奶调味品,鸡精,白色的食盐,根据食材多少来放入。 这些调料放好,先把它炒满均匀。 炒满均匀之后,最后这样食材是我们今天所用最关键的一样。 就是往里面放入适量的面包糠。 我们今天炸的萝卜丸子,不用放面粉,不放剩馒头,不加一滴水,更不放蓬松剂。 把它炒拌均匀。 炒拌均匀,往里面放入适量的豆面粉。 再次搅拌均匀,这样萝卜丸子炸好,口感太香,好吃不油腻。 最后把它调成,用筷子一条,能包成团,不松散,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,锅中倒入豆油,稍微多一些。 开火,先把油烧热。 这时候,咱们取一双筷子来试一下油温。 筷子放进来从底部勤密集的小炮,这个油温是六成热。 现在开始把火调为中小火。 然后,我们开始下手来挤丸子。 尽量把它挤成大小均匀一些。 这样我们在炸的时候比较好炸。 用勺子一碗一个,一个一个的把它下到油锅里面。 炸丸子的时候,掌握油温也非常的关键。 火一定不要太大,也不要太小。 火太大了,容易把外面炸糊,里面还加生。 火太小了,丸子放到锅里面容易散。 保持中火,先把丸子炸至定型。 火候掌握好了,我们炸的丸子一点也不吸油。 一次不要放入太多。 放进来之后,先不要焯动它。 轻轻地来晃动一下锅,以免丸子粘锅底。 丸子炸至全部漂浮到油面上面。 这时候用筷子来焯动几下。 这样我们炸出来的丸子颜色统一,均匀一致。 我们整个过程炸丸子,要开中小火来炸至。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炸的丸子,这时候就能看到非常的渲软,颜色统一。 这时候还要继续慢慢炸。 大概五分钟到时间。 一直把丸子炸至四面八方金黄。 像这样就可以了,把它捞出控油。 大家先来听一下这个声音,哗哗啦啦的,非常的酥脆。 控干油,倒入盘中。 哇,听一下这个声音,就知道一定会好吃。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,又好吃的萝卜丸子就做好了。 大家看一下,颜色金黄,外焦里软。 这样炸出来的萝卜丸子,一点都不吸油。 老少介意,吃了也非常的好消化。 我先来尝一下。 哇,真的太好吃了。 咸香味美,吃着一点也不油腻。 喜欢的朋友,赶紧收藏起来。 有空,一定要试试哟。 好了,今天为大家分享炸萝卜丸子的独特新做法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,请点赞收藏,转发支持一下吧。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 咸香